我吃了什么 但是鼻子坏的传统 让我们来 我的家庭把我离开了 就像猴子 不用一天时间学习了想 这个人人多会的中国小吃 靠它发家致富 到底能不能实现 国内最常见的小吃 卖到国外 能卖多少钱 能不能放个十倍价钱 今天我们继续在北台上让外国人健身健身 中国美食的期限 前面 鲜蛋鲜奶奶 鲜蛋鲜 鲜蛋鲜? 你已经没听到鲜蛋了 我又大破 鲜蛋鱼 我今天要吃鲜蛋鱼 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吃的午餐 是鲜蛋鲜 它是一种复充果的 但不酵的我们 但比我们更酵的 我肯定是一个食材 你可以吃什么食材 是一些食材 我肯定是一个食材 是什么里面 牛奶 鲜豆 那你 我看不太好 你都能吃到很白色 所以我吃了 味道 但是我吃了 跟水 我吃了很多 我吃了很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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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一家人都在家裡 我和你一家人都在家裡 你怎麼會這樣? 是一個人的交流 我們要做人的食物 我們要做人的食物 他們沒有機會 像是一家人的食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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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做了一旅行 我們做了一旅行的食物 嗯 這味道很像 這味道很像 我自己是真的 我告訴你們 我看看哪有這一切 我去拿著你的鸡梯 我跟你的鸡梯 我喜歡你 我喜歡很棒 我和你為了 我和你沒想過 我不要抬 我沒有 我是不是 我沒有 沒有 我沒有… 我們現在是 況且不會 因为自己的一样,你很熟悉的东西 当然是处理的,但是这个是一样的 你也有这种中国的规券 只是说那是个体制食物 我吃两、三、四个星期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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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是很专意的 我在天津中有一个天津的地方 想让你来到这一家 是什么 是有趣的 這就是像一瓶餅 我尊重你的文化 我有一部品牌 我尊重不捏了 我買了一部品牌 一部品牌的名字 是一個名字的名字 叫做《中國的文化》 是一部品牌的名字 這個名字的名字 他有一個人的機會 在全中國的旅行 我认为他们在里面的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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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知道他们在里面的课程中 我的家庭把我家里的房子放下 像污垂 因为我的健康 我和 PTSD 我的妈妈说 我和她的脑子有关的 我希望她们的孩子 我也是想要不要留意 我以为我们先开始设置 我那是有两个月的阶段 我设置了几个月的阶段 我已经有两个月的阶段 我一直在我们也想说 我已经说了 我已经有了解 他们去做了我的责任 我去做了咖啡和咖啡 这是什么事 我继续在一个阶段 你们下一次 我感觉到自己都很快 我非常感谢你 我感谢你的 老闆,吃了这些食物,是最高的食物,是最高的食物,是最高的食物 如果你是在街上的街上,你会购买吗? 我也是 那你能吃到哪些 你能吃到哪些 我都可以保持你 也不想吃到哪些 你不知道那就也不可以吃到哪些 那你可以吃到哪些 我认为我们在德国 我们可以售这个甜品 我认为5块钱 我觉得5块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一个价格区间 你会选择那些 5-6€ 4-5€是我们的限制 我认为我们再考虑 4,50€ 4,50€ 6,50€ 你怪我吗 看在哪里卖了 如果在四渡加特市中心 肯定要贵一点 对 今天你跟我们赚了25-5欧 其实我白摊 卖中餐 就是让更多的人来白票 来感受 但是有很多人 他们会主动给我钱 他们想更熟 但他们感受到了 真正的中国 感谢大家 是的 我们感谢大家 你今天有中国人来的吗 是的 我们感谢大家 我们在一起 之后很久没回家了 看到这个朋友 我打算把所有的 被他得到的钱 叫一个中国学校 用推广中国文化 得到的钱 去推广中国文化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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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要购到吗 快点 告诉我 kommentiert gerne wie ihr das video fandet und abonnieren und bitte die Benachrichtigung einschalten dass ihr mitbekommt wann die lieben Leute ein Video hochladen ich wünsche euch was